大家好 又是我史提昇 有些讀者私底下問我 當日為何你加入了這個行業 我就告訴大家 其實我在香港讀書 我讀電腦工程的 我讀完電腦工程之後 順理成章 去了電腦公司做 我是做Sales and Marketing的 不過做了幾年之後 我看到很多是什麼呢 收購合併財源 整體的感覺就不是很好 我就想轉換我跑道 我想找一個什麼工的 其實最主要的 就是收入和我的付出 是成正比的 多勞多得 另一樣東西 大家都想升職 我想升職 又是跟我的業績掛勾 跟其他東西都沒有關係 我就找到保險業 眨眼我已經做了20年了 我入行的時候 我又覺得做保險 可以很專業的 所以我又立即考了一個 業界最難 最少人考的專業資格 就叫做Certified Financial Panel CFP 這樣 業界應該只有幾百人考到的了 然後 之後 斬合眼 又做到這個MDRT MDRT後 是一個國際的組織 就是全世界大概 3%左右 最高的3%的 總業員 根據它的業績 可以做得到的 我是Live Member 就是斬合眼 已經做了這個會員 10年或以上 背後 你看到這麼漂亮的 其實就是城門河的分支 城門河的分支 我剛剛準備回家 我住在沙田 然後又怎樣 現在其實我就是專注 看香港的中產 幫他們做規避風險 累積財富 輕輕鬆鬆地做策劃 退休的 同一時間 現在我都會有 建立我自己的團隊 我想找一些 有PASSION的 正直的 年輕 有活力 有夢想的年輕人 一起合作 如果你有興趣 就可以找我 了解多一點 謝謝